新疆为什么叫新疆 新疆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区 面积有166万平方公里 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六分之一 古代新疆被称为西域 地名和区域范围一直延续至乾隆皇帝之时期 也就是说 新疆这个名字是在清朝中期以后才有的 今天我们称新疆为新疆 大多数人首先都会想到左宗堂 1878年 左宗堂自阿古白手中收复了新疆之后 在随后的1882年 新政府又通过各种努力 被迫沙俄侵略者归还了伊犁地区 在左宗堂等众臣的立主下 新疆建神 之所以叫新疆这个名字呢 是取自左宗堂写给清朝皇帝奏折中的一句话 他族逼处故土新规 意思是新疆是从阿古白 沙俄手中收复的师弟 新规就是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需要注意的是 新疆这个地名啊 并非左宗堂的个人发明 清朝的康熙 雍正 乾隆三代皇帝 在他们的身上 都有一个共同的值得历史铭记的特点 那就是他们都是统一全国为己任 经过共同努力 清政府在中国的控制区域不断扩大和巩固 清政府的政令 终于可以实施局全国每一个角落 1757年 清军最终平定准个二部的判断之后呢 乾隆将最后由自己所确立的 清政府统治的地区 称为新疆 这也是西域历史上被称为新疆的开始 所以最早把西域称为新疆的 应该是乾隆皇帝 而不是左宗堂 左宗堂所在的晚清政府在新疆建设 将新疆这一名称确立并沿用了下来 字幕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